要懂得中国的人和事 一定要读鲁迅 我是徐志冬 今天是第六集 在春末闲谈之后 我们要阅读一篇看上去更轻松的散文 题目叫灯下慢笔 这也是1925年 鲁迅发表在《莽源周刊》上的文章 这篇文章其实比较有名 因为其中有两句话 快指人口 不过我且觉得这篇文章里有个故事更加重要 值得我们细细举角 细细回味 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 鲁迅说 因为财政困难 中国银行跟交通银行停止兑现 就是不能够用纸的钱去换银子 但是呢 政府说钱还可以照样用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知道商家呢 就不大欢迎这样的纸币 常常呢 去买东西 他也不能说不能用 因为法令说可以用 但是他呢 说找不到零钱 我没法再找给你们等等 所以呢 大家都不收中交票 就是中银跟交通银行的纸票 鲁迅说 他那个时候怀里还有三四十块中交票 他突然觉得自己变成穷人了 几乎要绝食 很有些恐慌 我估计这些都是有点夸大的 这个恐慌之下呢 他便打听这些钱能不能折换成现银 居然可以折 一有四六则几 鲁迅说他非常高兴 去卖了一半 后来呢 对汇率啊 又涨到七则 他更加高兴 把那些纸币啊 全部换了银元 他说这些银元 沉甸甸的跺在怀中啊 这似乎就是我的性命的精良 他说要是在平常啊 钱铺子里如果少给我一个同源 我也是绝不答应了 接下来就是鲁迅的感想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 沉甸甸的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 却忽然起了另一思想 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 而且变了以后还万分喜欢 为什么呢 设想一下 假如我原来一百块钱 那我要少掉一块 我也是绝对不肯的 现在突然变成了七十块了 我还那么开心 像捡了宝贝一样 这个道理 这个处境 其实我们人人都懂 但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这就变成奴隶的呢 看看鲁迅的推理是怎么样 他说假如有一种暴力 将人不当人 不把人当人 甚至还不及牛马 不算什么东西 这个时候人们就羡慕牛马了 如果这是战争时期 乱离人 不及太平权 当发出这样的叹息的时候 那你给他一个人 略等于牛马的价钱 比方说元朝 打死奴隶 赔一头牛 这时候人们就心悦成福 恭贺太平盛世 为什么 因为他虽不算人 毕竟已等于牛马了 这个 令为太平权 莫作乱离人 这真的是诗句 是元代 也叫诗会 又归而 每个诗里面 那么打死奴隶 赔头牛呢 也确实可以在 成吉思汗的法令中 找到依据 多桑写了一个 蒙古史里面 就有这样的影证 鲁迅其实是用了 一连串的概念转换 或者甚至说是偷换概念 这个人呢 就觉得做牛马也不错了 所以鲁迅的结论是 实际上 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了 争到过人的价格 至多 不过是奴隶 而且很多时候 连奴隶都不如 比方说 站稳的时候 强盗来了 把你当做效忠官服 要杀 官兵来了 说你跟随强盗 也杀 这个时候 假如真有谁 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 自然就皇恩浩荡了 鲁迅隶属古来很多乱世 五湖十六国 皇朝 五代 张献忠等等 说碰到这样的乱世 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组织 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 无论人旧 或者新颖 总之是有一种规则 使他们可以可上奴隶的轨道 用成语来说 这就叫天下太平了 下面还是鲁迅的言话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 怎么铺张 修史的时候 设计什么 汉族发祥时代 汉族发达时代 汉族中兴时代 等等好题目 好意诚然是可感的 但措辞太绕弯子了 有其更直接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 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 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就是我前面说过 鲁迅这篇文章里 最快指人口的两句话 是对中国历史的 非常非常叫人家记住 当然也非常极端的一个概括 我现在还记得少年时候 初次读到鲁迅这两句话 十分镇定 而且我后来也常常怀疑反思 是不是鲁迅真是太过激了 当然现在重读 我可以在这里加两个注解 第一 鲁迅讲的是万恶的旧社会 他从来没见过新社会 这个非常明显 不必多说了 第二 鲁迅在形容比喻的意义上 使用奴隶这个词汇 而不是讨论史学意义上的 真正的奴隶 在历史研究的范畴里边 你无论是查维基百科 或者百度 奴隶都是奴隶组的财产 这是一个特定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 这个奴隶是没有自己的人格 自由权利 他可以买卖 他要无报酬的工作 人类历史上啊 很多文明古国很辉煌 但是他们都建立在奴隶制度的基石上 古希腊 古埃及 罗马 古巴比伦 一直到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的南部 以及这个十八十九世纪 英法等国在各地的这个殖民地 他都有合法的奴隶存在 据说毛利塔尼亚是最后废除奴隶的地方 但至今仍有百分之十到二十的人口是奴隶 这个近代奴隶呢 很多是再奴 不像古代的奴隶 很多就是打败的军人啊 罪犯 现在的奴隶很多都是欠了债啊 甚至逼婚 人口贩卖等等 显然这些奴隶 与鲁迅讲的 原来有一百块 因为银行停止兑换 现在变成了七十块了 这不是一回事情 不是一回事情吗 两者里边没有相通的地方吗 中国历史上呢 有没有马克思所说的这个奴隶社会啊 这个史学界一直有争论 按照这个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 人类历史发展三阶段 这么一个理论呢 我们叫唯物史观呢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在战国前呢 是奴隶制 很多是战俘 但也有一派史学界叫 无奴学派 无奴学派认为这些战俘呢 被杀 是人即人 不是杀奴隶 从英虚 这个墓葬的这个结构来看 奴隶人口呢 也只占当时的百分之三 平民有百分之八十几 这个跟古希腊罗马情况都不一样 当然有奴学派 就研究的更详细了 他细分官奴啊 私属啊 汉代还有个说法叫续谜 无子续的续 谜就是谜谜之音的谜 大概的意思用绳子牵着强迫劳动 这个其实在汉代之前吧 汉代的时候呢 这个法令是奴隶 要是跟良民打架 把良民打伤了 这个奴隶就要猝死 这个法律是不平等的 古那个巴比伦的法律是更加说 如果这个良民你要帮助奴隶逃跑 你也要被猝死 宋代呢 一度是禁决私属奴隶了 但是元代又恢复了 明朝是到了中后期 蓄奴成风 有趣的是到了满清的时候啊 八旗子弟啊 都认为自己是爱情觉罗家的家奴 所以呢 自称奴隶 是一种光荣 一种资格 香港是最晚1923年 据说哈 才通过一个叫 家庭女育 则利 意思是正式的废除家庭里边的这个 鼻女 就是女字旁一个卑鄙的背 所以呢 在家里这个不能自己养啊 必须是受薪女用 但不管怎么样 鲁迅说的身上 原来一百块钱 但是又分明有趣 黑市兑换现赢的自由 这显然不是历史学上讲的奴隶 但有一点是相似的 就是你拥有的东西没有保障 可以无缘无故的被剥夺 他这个你的钱啊 不是因为你炒股啊 借贷啊 或者在路上丢了不见了 而是因为一个跟你毫不相关的一个 法令一个政策 哎 你的东西没了 这跟奴隶 没有自己的人格自由权利 有没有相通的地方呢 我们花这么多篇幅来讨论奴隶的定义 是因为奴隶和奴才这两个概念的区别 是鲁迅思想的一个核心 也是我们理解鲁迅 努力要批判RQ精神和国民性的一个关键 这个课题啊 我们以后会多次碰到 简而言之 历史学 社会学意义上的奴隶 是没有人生自由 必须无报仇劳动 可是在文学心理学意义上的奴隶 就是已获得的劳动报仇 也不管是金钱房子 或者说话的权利等等 都可以随时被剥夺 但鲁迅关心的还不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 鲁迅着重要讨论的要点是变了以后还万分喜欢 以后我们会讨论小说RQ正传 其实鲁迅那时候已经写了 就是不仅极容易被欺负这个主人公啊 而且在被欺负以后还可以怎样觉得安慰和高兴 鲁迅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啊 是持续的 而且是有发展的 我们提前说一下 到了三十年代的南强北调集 他发展了他的观点 他说一个活人 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 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 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 然而我自己明知道是奴隶 打熬着 而且不平着 挣扎着 一面意图挣扎 以至于实行挣扎的 即使暂时失败 还是套伤了手铐 铐铐 但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 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 赞叹 抚摸 陶醉 那可简直是万负不竭的奴才了 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 我这个在手机上查翻译啊 奴才奴隶 英文都是slaved 他不知道中文里边 这个两个概念 这个两个词 差别之大 差别之威 差别之重要 陶杰 香港的作家 有篇文章这样发挥 他说奴隶啊 可能就是劳工 奴才呢 有时候还需要知识分子跟专业人士 主人没想到的 奴才要先想到 主人命令才七分 奴才要执行十分 奴隶是草根 奴才却属于中产 点烟了 洗脚了 擦鞋了 这些奴隶的伺候呢 都是生理物质层面 主人下令打三十板 奴才执行起来 就要打一百 往十里打 却又留一丝呼吸 所以奴才的艺术呢 是精神 刚才说过 在清朝 有些汉人官员 他对了皇上 也自称奴才 其实这个奴才啊 是一种套近乎 是一种资格 所以后来乾隆啊 据说他不满意 很多汉人都这么自称奴才 所以就命令 以后 上奏 一律称臣 真的 在历史上 奴才 是你们想做就有得做的吗 可是在1925年 鲁迅说 中国历史不外乎 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或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提出这么悲观概括的时候 鲁迅 在激愤之余 他还是把希望 压在文章的中间 他说 自然 也不满于现在的 但是 无需反顾 因为 前面 还有道路在 而创造在中国历史上 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 则是现在的青年的 使命 我们下集继续